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系破冰会对中东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对中东局势会带来一个明显的缓和的这样一个趋势 因为我们知道双方在宗教上头双方是对着的 那么再加上沙特是美国坚定的盟国 包括中东产油国 同时在经济上给美国提供大量的支持 这是美国经济霸权最主要的支柱仪 它来自于沙特产油国 所以这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那么现在伊朗和沙特能够缓和关系 这个缓和关系使整个的宗教上的矛盾能够得以缓和 因为这牵涉了很多的国家 让中东局势逐步走向谈判解决海上分歧矛盾 因为伊朗和沙特之间 特别是跟产油国之间还有领土纷争 岛屿的归属 另外还有海上石油通道的安全 谁来控制的问题 这样一个趋势使想在这挑事的 美国历来在海外地区用挑事的办法 然后鼓动双方发生矛盾 甚至发生局部战争 美国在里头才能渔翁得利 大量的销售装备 使他这样一个企图 就从起了一个釜底抽薪的作用 所以我们说伊朗这一步走的非常对的 沙特能进行响应 双方之间能够这个问题进行谈判 这个趋势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个人看这是个长期的过程 绝对不是 特别是伊朗跟美国 如果在和协议上 没有达到根本的这个解决 那么沙特和伊朗关系 不可能得到根本的环节 沙特也不敢走这步 美国也不会给他开放 这样的一个生存空间